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大家看到这地上的一片狼藉了吗 我这一次呢想要跟大家拍一下 就是我的小样合集盘点吧 这些小样呢都是我的一些护肤的小样 然后呢我大概就是分了几堆 想跟大家说 我主要是想要快速拍完的 就是我第一 拖得大家太久了 第二就是现在这边是圣诞嘛 过段时间有人来我们家玩 然后呢如果看到我这个房间 这个样子的话 到时候得把人吓一大跳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吧 然后呢我有一个 这种小盒子 是我某一年的那个圣诞日历里面的 这种小盒子 我觉得它都还挺好用的 我就可以把小样啊分类放在这 这种种就是叫做物尽其用了吧 好了我们先开始吧 先从啥开始呢 先从洗面奶那方面的开始吧 然后拿着这个盒过去 我们想到洗面奶也那么多 洗面奶的一堆呢就都在这儿 跟大家快速过一下吧 这些东西基本上没啥使用感 Kate Somerville的 Intense Exfoliator 还有一个3的洗面奶 还有一个兰蔻的 这个是SVR的洗脸的 都放到这儿 这个牌子的 我前段时间用空过他们家 一全是不是 他们的一个润唇膏 D Program的洗面奶 爱尔博士的结液面 这种大的我觉得我就可以直接放在那个外面 Uniskin的这个洁面乳 智本的洁面乳 倫巴炎的洁面乳 Craftree & Evelyn的洗面奶 就是那个手霜品牌的 还有个D Program的 这里还有个比较小的 智本的 这些东西都特别小 可能都看不太清楚 Nushigena的洁面乳 还有这些倩碧的这些洁面粉 还有一个威诺娜的 洁面乳 这都是小样了 一个Asob的洁面的 Demalogica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洁眼粉 他们那个洁眼粉真的是耐用 因为我有个正装的嘛 Dr. Dennis Crow的果酸面片 这个我有一段时间用了还挺多 最近都没啥用 Polar的洗脸的 Polar的洗脸真的好用 Polar也是一个洗脸的 自生堂Skin Institute 又是一个Polar Beer 又是一个威诺娜的洗脸乳 这个比较小可以放进去 阿露 好像也是Polar他们家的 奥利 很小的蓝面的 这盆洗脸乳都可以放进去 果壳的洗脸乳 这些我先把它放到我那个大抽屉里 其实我放小样的抽屉 其实没有很多 就是两盒 但是东西还是特别多 好了这样子 一边拍一边收 好嘞 我们现在去弄一下我的卸妆的东西 这个稍微还好一点点卸妆的 毛隔瓶的 波兰亚的卸妆乳停产了现在 植村秀的紫色的 小女士的眼唇蟹 这些去旅游的时候都可以用 Coffermark的 兰蔻他们家的眼唇蟹 这个是一个makeup remover lotion 亚世兰袋放这儿 Kim True的洗妆膏 8就是这个很出名的卸妆膏 韩国的那个 这个是个卸妆油 是主本的 但是它是个替换装 那个盒已经扔掉了 所以就有一些困难 然后还有三个Tatcha卸妆油 Shoe Off卸妆油 彩糖的一个卸妆湿巾 Kim True的卸妆膏 这种小小样 这个我觉得包装特别可爱 这个卸妆水 这个牌子的卸妆油 维诺娜的洗劫烟油 RMK的卸妆膏 好了 就把卸妆的放在这儿 好了 这样子大家看一下刚刚好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水类的东西吧 OK 水类的东西就都在这儿 先说一下水 我把那些比较大的 就直接放到这个盒里了 有一个爱尔博式的微精水 皮堡的爽肤水 这个好像是大葡萄吧 那个牌子的爽肤水 人他们家的爽肤水 这个好像是二次清洁用的 那就刚好可以放在这儿 刚刚好 这样子 安修泽的酵母精华水 兰蔻他们家的这个水 还有个这个 哇 这个感觉还蛮漂亮的 自生堂旗下的应该是 黑叉的这个水 这个好像是那种二次清洁水 宝拉甄选的二次清洁水 这个我有买个正装 但是一直没用过 这个盒子我先放在这儿一个吧 爱尔博式水洋酸 修炼水 润白盐 精华水 安修泽的两款酵母精华 还有一个这个牌子的 这个是好像就是那种很安全的吧 我也不清楚 毛个瓶的精华水 也可以放这里 Ipsa的化妆水 Aesop的 toner 3的这个lotion 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水 最像的这一款水 Murad的 这个也是一个 Acid Peel二次清洁的 然后我们这个是兰蔻的 这个好可爱 这是兰美尔他们家的那个水 然后这个是兰蔻他们家的这一款 这个我有一个正装来的 然后呢 就是非常多的 这一个雪晶晶的纯净化妆水 感觉就像水一样的 Eat Skin的这一款 这个是什么Good Molecules的 哦 这个是一个美白水 太棒了 Dr.Jart 这个我都不知道是啥 亚诗兰黛的 嗯 这个是兰蔻的 Dr.Jart的 这个应该是个保湿水吧 我可以保拉甄选 刚才那个有一个 所以我两个可以放在一起 好了 然后还有一个水晶晶的这个 把这两个放进去 可以反正把盐的这个拿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放进去 这个也可以放进去 好了 刚刚好 这个样子 哇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严丝其风的收纳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来收一下我的那些面膜类的 OK 我到时候我把这些都放在这儿 我看一下这有没有机会 这儿还能再装一个呢 选Origins清洁面膜 BioLab的这一款面膜 这款听出来蛮好用的 放这儿 CPB的清洁面膜 然后呢 就是很多Aso他们家的 这个是去痘痘的 这个呢 是那个磨砂膏 也是一个面膜 面膜 面膜跟磨砂膏 不知道啥牌子的一个保湿面膜 OmoraVisa的清洁面膜 EPSA的清洁面膜 清洁面膜估计是 EVLOM的Rescue Mask 这个我好像有个症状 SkinVirtual的又是一个清洁面膜 OmoraVisa的清洁面膜吧 for problem skin OK Kate Somerville的 2-Minute Facial Dermalogica的保湿面膜 又是一个Dermalogica的保湿面膜 蓝蔻的晚安面膜 切尔氏的这一款面膜 没有用过他们家的这种面膜 OK 然后还有这个Glam Clow的面膜 OK 面膜的话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我现在的话 把我的一些打底精华 我觉得都可以 刚刚好都塞在这 打底精华呢 其实比我想象的 要少蛮多的了 有5个这个蓝蔻的小黑瓶 都是7ml的 其实就是30ml 差不多一个正装这个样了 爱尔博士的这个呢 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 然后一个是7.5 我这个也是两个正装的量 所以呢 这些我就都放在这儿 然后还有一个日本的特安修护基底液 还有这个是一个超级迷你的 蓝蔻小黑瓶 好了 然后这一箱就收拾好了 是不是感觉真的是还挺棒的 折子也还挺棒的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比较大头的了 就是面霜 还有一些精华类的小样 先说精华吧 这个先放在这儿 OK 这一些是三式的这一款精华液 还有几个这种 波莱雅的精华液 四个 我们把香四个都放一起啊 UNISKIN的修护精华 30个其实也等着一个正装 然后还有润白盐的一些这种刺泡原液 这一个里面呢 是有 哦 五支的 所以这个其实还挺多 这个的话 我到时候可能会拿出来用 我还挺喜欢的 雅诗兰黛的小棕瓶 还有个小棕瓶 好了 看我们这一关 就放到这儿来 三个UNISKIN的 这个是 我记得我上次买的那个叫什么 亮年精华乳 这个我觉得非常的一般 但是真的不是很好用 还有一个 这个刺泡原液有四个 这个刺泡原液 好嘞 然后这个刺泡的 一二三 这些也是不同的 四五五个这个 这些都是柏莱雅修护优小精华液 这个有五个 还有一个UNISKIN的 这个是他们家的那个什么精华乳 这个好像是他们家那个叫什么 来着 A纯的那个系列 放这儿 再把我的这些修理科的 有两个CEF的 一个HA Intensifier 一个保湿的 都放在这个小盒里 然后我这样子 这个里面是这种精华 感觉 感觉还挺酷的 VC 不知道是啥Q10 YSL的变黄后精华 我有个症状了 Philosophy 这个是那种紧致的 It's clinical Retnal的 这个其实是我买的鱼子酱修复安瓶 因为他们说这个特别好用 然后我想可以多买几个 不如我就买不到了 还有一个Chanel的这款保湿精华 这一款美白精华 之前还挺喜欢用的 最像的这一款 香提卡的美白精华 然后这个我到时候放那儿就好了 再来这个里面 两个HBN的 释黄唇精华 这个是1-1-1Skin的 Repair Serum Innest Free的这一款精华 HR的这一款精华 都不知道有啥牌子 放进去吧 切尔氏的有12%VC的这个 Fresh的这一款 Skinmedica的保湿精华 胶韵湿的Bioessence 还有这两个像个小鱼一样的 都是制本的 一个是修复乳 一个是多元精华露 都没有用过 还有两个大葡萄 他们家的精致精华 好了 我又放进去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听过的牌子 南蔻Asob的这一款 现在把这种小小的精华 都给放进去 自生堂的美白精华 一个这个的 Renold 好多没有听过的牌子 安修泽的精华乳 这个一个小精华豆乳一样的东西 这个好像是清洁的 我到时候放回那边去 安修泽这个精华乳的 比较大一点的小样 这种小小的 Peter Thompson 做的这一款精华 好像说是比维C 特厉害的 Chorus的精华 这个也是一个 Random的精华 没有听过的 Overnight Facial Treatment 完全没有听过这个牌子 也是一个serum 我今天就不会断手了 因为太累了 我就focus on 如果我能把它全部都放进去就好了 这个Tatcha 我可以Dr.Jot的 还有个La Perry的这个 这个蛮漂亮的 我们就试着 我们把它都放进去 都不放进去 像提卡 然后这个是 欠币 我其实很享受收拾这种东西 我觉得就是很 很疗意 还有几片这种精华 都给塞进去 你看塞的严丝合缝 然后这些我就打算这样子塞进去 好了 这里肯定是不够放我的面霜的了 所以我打算用来 把我的眼霜的那些小样子放进去吧 有一些Dr.Barber Stern的这一款 Antipose的这款眼霜 切尔氏的 这个兰扣的 小黑屏面霜 又是一个兰扣的眼霜 Dior的眼霜 自生糖的眼霜 HBM的眼部精华 血迹精的眼霜 NA24的眼霜 这个全精华 这些都是兰扣的 这个是菲洛加的 Lamere的 Murad的这一款 Pericon MD的兰扣的 就放这儿 一个莱雅的眼霜 Bobby Brown的 兰扣的 两个安秀泽的眼霜 刚刚好 就放在这里 然后这儿呢 你再放一个 就可以装我的一些油类的产品了 油的话呢 就有一个这个 放这儿吧 Murad的 这是啥呀 哦 这是一个喷雾 咋办呢 放这儿 Alubion 那个油 Sunday Riley的 Luna油 安扣的这一款油 Young Again I have no idea what this is Sellvoque的这一款小油 两个Hunter的这个油 这个油呢 有一段时间好像蛮火的 但是这个是我在 Adobeauty上面买东西 向上送的 Aso的 Fabulous Face Oil 3 Omere Visa的 Miracle Facial Oil 拍的 这款就 估计得歇一会儿了 我 好了 这些就是我的一些面霜 也是非常多 我就打算都放这个盒里了 然后这些就是一个set的 我就不打算打开的 什么加纳宝的 蓝蔻的这一个set 自生堂的 SK2的 都大概放到这儿 然后这些呢 就是艾尔博士的这种套装 还有一个皮宝 这个是最像的一个组合 一个是精华 一个是这个碗霜 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 HR的碗霜 亚诗兰黛的 Amo Pacific的这一款 亚诗兰黛的话呢 还有这两个 还有这个也是一个面霜 然后这个是Fresh的一款面霜 而且我最近发现 我老公用面霜 像吃的一样的 所以我打算给他 就是在这找一些面霜用 还有这个Avent的 这两个都是威诺娜的一个 还有这个礼服全的 还有这两个 也是礼服全的 Mura的一个water gel 应该是比较清爽的那种质地的 戴科的这个美白乳霜 三个这个波兰亚的面霜的小样 放这儿吧 还有一个HR的 哦有一个 蓝莓尔的 还有两个这种小的蓝莓尔的这个面霜 放这儿 这样子我会记着用它 Linistree的这个小霜 Bobby Brown的这个面霜 蓝蔻的这一款 哇这款面霜还挺大的 15毫升的 HBN的 焦韵湿的这一款面霜 还有两个威诺娜的保湿秀红霜 非常喜欢用威诺娜 哇真的是颜色和风啊 Glam Glow的雪鸡精 Mura的 Chanel的一款 Lotion Philosophy的 然后这个是 Evin的一款 他们家修虎霜了 Chanel的这一款 Skin Cream 超轻五 没有而已 还有一个Fresh的 Omer Visa的这一款 Base Cream Blanco的 Tick Me B5 这个我有买一个正装 还没有试过 Dymological的一款 这款蓝蔻的 我刚才记得好像有放进去吧 又有一个 Tick Me 蓝蔻的 Moisturizer 这个应该是比较保湿的那种 天币的 HBA的 天币的一款 我现在来收纳一些片状的 片状的就居多无比了 三个Asof的 四个Asof的面霜 Daisy Skin的一款 精华乳 刚才好像看到过 它在某一个地方 铅壁的 这款是又有一个 Cleanzer 又有一个Moisturizer 我也一起一并放在这儿呢 然后我有特别多这种 也不是特别多 三个这种 菜鸟和配方的芝士面霜 这是我都没听过 胶韵式的这一款 又是一个胶韵式的 蓝蔻的 Bobby Brown的 Dr.Jart的 又有一个蓝蔻的 Dior的 Dr.Jart Dr.Dennis Gross Siantica 然后这两个 胶韵式 还有这个不知道是啥的 这个是我蛮喜欢的 水瓷场 这个是一个男生面霜 这个就是可以给我老公用的 苏苦的 又是一个铅壁的 这个也是一个Face Butter 估计是很保湿的那种 这又是个鸡花乳 放到这儿了 然后我们这儿有一个 Hachi的Lotion 这个美白的 又是一个美白的 这个Julic的 还有一个银霜 这个银霜其实很好用的 OK 面霜 POLA的一个碗霜 3的POLA POLA It's the milk and the lotion 美白的 3的 Amazing Cream 这个 IPSA FAB的 修护霜 这个又是一个美白的 IPSA的 Demalogica的 面霜了 Chorst的一个面霜 还剩最后三个 太棒了 这个Face Cream 都不知道是啥 派次的 又是一个 懒扣的 胶韵湿的 哇 对自己感觉非常的满意 然后呢 还有一包小羊 就是这儿 Ormore Visa的一些东西 但这一些东西 还挺不错的 你看 有一个 这个是洗脸的 Moisturizer 喷雾 也是一个洗脸的 好了 我的小羊 就收拾到这儿了 我感觉算是非常不错的了吧 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感觉收拾的都非常整齐呢 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我现在就是应该要把它们放回我的抽屉里面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些沐浴的那些小样 我也收拾的非常的整齐 大家看一下 是的 好了 我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然后呢 希望大家给我一键三连 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